大家好,我叫Kandace 今天非常榮幸可以為大家主持 今天的我想可持續發展的香港短片創作比賽的頒獎典禮 歡迎在座各位 我知道有很多參加者和家長都在看網上直播 所以今天的頒獎典禮會用廣東話進行 考慮所有參加者和父親在看網上直播 這個慈禮會在 Cantonese 首先我們想邀請我們的Region Chair Michael 先為我們支持 有請Michael 歡迎大家 歡迎校長 嘉賓 老師 同學 還有我知道網上有很多觀眾 大家好 歡迎出席我們這個叫 我想可持續發展的香港的短片創作比賽的頒獎典禮 今年是我公司澳瓦立香港成立45周年 我們想透過舉辦這個校園短片創作比賽 我們希望同社區一起的慶祝 同時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 表達對可持續的香港的購賞 這次比賽是非常成功的 我們參與的反應非常見面 有超過50間中學 由480位同學組隊參加 創作出236份作品 我非常感謝中學和同學們的踴躍支持和參加 謝謝 謝謝 還有也很感謝我們很多NGO的好友支持 今次的比賽 做得good 中華拘舊青年會 青年會 青亞國福群會 婦女基金會 和Jubin Foundation 謝謝 可持續發展 僅僅是一個全球性的重要議題 更加是對我的城市和我的生活是相關的 因此多年來 紅瓦勒都積極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是融入在我們每一個項目裏面 亦透過以人為本的工程設計 為市民 為社區 以城市發展 創造長遠的價值 以此作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封港是正面臨人口好化 最前驅打和 氣候變化 總總挑戰 這不單止對我們構成威脅 其實 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除了在城市曾免願對這些挑戰 我們在日常生活的不同環節裏 例如交通出行 飲食 消化習慣 以及免願去善待天然資源和環境 我們都需要思考 如何去促身後面 令香港變得更肉色 更宜居 以及具人性 我希望各位同學 除了享受今次製作創作短片的過程 亦對可持續發展目標 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對我們社區的關係 對我們社區的關係有更深入的體會 希望大家一起踏出一步 由生活做起 為香港的可持續未來 出了一份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Michael請留步 有請Michael幫我們頒發 感謝葬比剛才提及過的NGO好友 同時都是今次比賽的支持機構 有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策劃及拓展部督道 執行港字Ms. Jessica Shield 聖雅各福群會高級服務經理扶貧服務Ms. Jasmine Grant 婦女基金會Program Director Ms. Connie Zhang 以及The Cuban Foundation的Operation Director Ms. Sandy Cheng 我們來合照吧 謝謝各位 早前我們邀請各位同學 將自己的參賽作品 上去Instagram和Facebook 或在Facebook進行公開投票 其中一份作品在點算的時間 是獲得了932個Like 這份作品是成點 它亦會成為我們最受歡迎短片 不如大家一起欣賞這段影片吧 不知道Facebook會現成怎樣 在頒獎之前 不如我們邀請今次的比賽評審之一 亦都在網上簡介會教過我們短片拍攝技巧的Edith 去分享她對於參賽作品的感想 大家好 很榮幸今次可以看到這麼多很出色的短片 剛才大家都聽到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參賽短片 選出得獎的作品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今次我們看到最受歡迎的得獎短片 其實在創意、拍攝手法和剪接技巧上 都有很出色的表現 得到這個獎項也是非常實至名歸的 有請Edith為我們頒發第一個獎項 最受歡迎短片就是誠點 是由中華基督教會全員中學的同學製作的 有請同學麥少賢、李寶瑩、李嘉儀、羅家仲、譚麗雄 和符老師一起上台領獎 隊伍是可以獲得獎狀和二千元現金禮券的 恭喜各位 恭喜 謝謝Edith 接下來我們會頒發三個優異獎 每一隊獲得獎狀和二千元現金禮券 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第一個優異獎作品是一部電磚 由港澳信義會武德中學的同學一起製作的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作品 讓我們先說 我們先去看 主要有60%的電力太陽發生所產生 依賴發生的最終會出現來源孵結 所以我們希望建築技能方面發揮創意 提出創生扣上 一部電磚 透過一部電磚 將每一部的動能轉換成電能 暫生的發電方式 讓每個人都可以一部一部在不同建築上感受到創生的潔能體現 最終解決能源孵結問題 的確當中產生的能量不比較低 的確是偏方逆軚 但如果沒有人走這一步 我們都只會願意達到 一部電磚並不是上一部登天 而是讓大家產生革命性的思想變知 相信大家每一部都可以一部完美 相信大家可以在這部電磚 今次我們請到 比賽的另一位評審委員 亦都在網上簡介會 和大家見過面的工程師Alice 為我們頒獎 有請同學 謝智翹、李仲琦、洪少華、羅老師和張校長 一起上來領獎 拍攝 我先拍攝大合照 恭喜各位同學 亦都麻煩Alice 第二個優異獎作品 叫做城市料理 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雲信書院的同學製作 同樣我們都欣賞了作品 現在我們做的飯後甜品給小朋友 現在我們加24%的制止 24%的數加料 30%的儲餘 再加切廢料 之後再製作份量 10年後,因為香港費物會達到1.5公斤, 加上香港人口達到100萬, 只要試多製造垃圾, 便會用到費物堆地區的問題發生加均。 如果我們一早將流用的廢紙分出來, 再將它送到輕便的環果園的廢紙廠, 而數家可以將它緩收或者製作RDF, 而處理送到整個不論有些的處理中心。 這樣我們的堆田垃圾樓可以減少一半, 一旦建成了5公斤就可以處理多500公斤的處理。 好,麻煩Alice再次為我們頒獎, 有請同學Cympia、Elaine、Hermione、 Tiffany、Mavis和文老師一起上來領獎。 恭喜各位同學, 謝謝Alice。 第三個優異獎作品, 叫做綠色居屋, 由德望學校的同學一起製作。 我們先看看作品吧。 東方角度, 有一個繁華聖地, 營業越細細的兩端, 這個就是香港。 在這個昌盛的背後, 隱藏著香港逐漸走向烈夢的危機。 這個就是越島效應。 香港有射市生涵之聲, 高樓大廈不單止會吸熱就會阻凍風勢, 減低熱流抗上的速度, 導致風氣污染越來越嚴重。 如果香港今晚遲做下去, 香港會已經變成怎樣呢? 所以我們踏出一步, 開始計劃未來。 我們擔心將香港最多的居屋改造, 將它們變成綠色居屋, 增壁上的石紙蓋為蒸壓家氣運而好。 它們成本海東, 防火防潛防洞, 是一個好好的隔熱材料。 如果我們將香港的居屋不變成綠色居屋, 一定可以令香港熱狗效應減低。 我們快點為香港的未來踏出一步吧! 有請Alice再次和我們的班長。 有請同學, 特典姚英,譚卓媛, 潘老師和校長。 May we invite the team, Head of Campus TV Team, Ms. Poon and School Principal, Dr. Harvest to the stage. 恭喜! 恭喜!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三格的獎項。 桂军的作品叫做《規劃未來》, 由東華三院吳祥村紀念中學 和黃隱舊新會中學的同學合力製作的, 一起欣賞一下桂军作品。 請會選擇 李宗弘 李宗弘 從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次有请RO region COO Andy为我们颁奖 同时有请得奖队伍的代表欧同学上来领奖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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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同学请留步 想听你分享你的创作灵感 我们今次这个团队主要是负责建筑设计的部分 剪接是由其他成员去负责剪接 以及做其他可能修改的地方 今次我负责做一个多层奸作 因为香港土地问题十分严重 新界的地方大部份是农田和村屋 如果可以将农田的地方向上发展 好像高乐大学一样 慢慢一层一层叠上去 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地方 有更多的地方建造 有一公屋 去解决这个overpopulation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的创作灵感 谢谢大家 谢谢我同学的分享 亚军的作品叫做 A Brief Take on Creating a Sustainable City 由加密泊与中学的同学制作 我们也欣赏一下亚军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Projects try to create a vision on how a sustainable city can be protected Bulling so-called spiral form scattering all process of land The site allows wind to reach the city centre while further the greening as they apply to the site of buildings The common art was transformed from a previous warehouse storage Oat piers and warehouses are kept in their original form while refitilizing the area to a theme park for which we use The added and other parts are buildings aiming to serve to keep the climate impact by providing an open space and green area in a more diverse urban area whilst students could enjoy a perfect 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再次邀请Andy为我们颁奖 有请得奖同学郭哲乐 及陈雨晴上台领奖 他们是得到奖赌 及6,000元现金礼券的 请两位同学留步分享一下你的创作灵感 在我们拍摄这段影片的时候 发觉不少香港人 可能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比较陌生 我们希望可以拍摄一段影片 比较简单 而且是一个动画 希望令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让所有香港人都可以知道 其实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而且未必是他们想这么复杂 加上我们三个人的设计 其实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大方向 就是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 可以平均发展的 好 谢谢你们的分享 亦都恭喜 下一个环节就来到宣布总冠军的时间 冠军的作品就叫做《香城》 由德望学校的同学制作 我们一起看一下冠军作品 几两个城市组线 超过底起伏 深究交融 就让我们先想点桐 介绍为什么可以将这份美丽 世界组络落去 空间和全城的不可分 线延伸空间到地底和高空 船山和蚌伤都充足可能 如同城市大層气象 也可有效对抗气候警察威胁 城市有无数小点组织 由其人歷史建築 高天大流 美国可以人家和我 大家从规划到使用推荐者区融合 在发展的同时 将实验在所有顾及生态 本地全成做治疗生活价值的追求 与创意和科技 将三个交别 塑造平址丰满 实现可持组香港 好 今次我就请回我们的Region Chair Michael帮我们颁奖 有请得长同学宋家盈 关老师和校长一起上来领奖 May we invite the winning team Mr. Kwan and Dr. Harvest again to the stage Mr. Kwan had to go to the EGB Oh 得长对美可以得到奖状和一万元现金礼券 现在请冠军得主分享你的创作灵感 这段影片其实是在讲全城 其实在现在我们很多都很重视全城 但我觉得现在的全城可能我们还在保留一种建筑 保留它的外壳 但我觉得未来的香港会不会全城不是只有这样呢 我觉得香港其实是由很多个点组成的 而这些点其实就是我们、建筑、任何花草树木 其实都是每一个点 但这些点它斑毒的存在其实是没太大意义的 所以我们才要靠线去将它们连在一起 将一些不同的大大小小、不同颜色、不同特质的点去连在一起 这样才能组成整个城市 然后一些文化、一些价值才会延续下去 而延续需要一些空间 所以其实我短片里面也有提及过一些可以中乡玩去 不同方式的发展 我相信这么多东西加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香港 谢谢 谢谢方同学 恭喜 谢谢 Michael又要请你出来了 因为你要帮我们办法积极参与学校奖 给大家最多作品的中华基金中学 有请林志卫助理校长和蔡老师一起出来领奖 谢谢中华基金中学的支持 谢谢Michael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递交作品的时候玩过一个有奖问答游戏 就是回答一条问题 联合国究竟定出了多少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呢 正确答案是17项 也有很多同学很耐心地踏中了 我们在所有踏中的队伍中 就随机抽中了45队 大家可以在萤幕看到抽奖结果 我们稍后也会通知各位 得掌队伍每一队可以得到200元现金礼券 最后我们有想请我们的Region COO Andy 为这个活动作出一个总结 谢谢 大家好 再次在这里恭喜各个得掌的学校和谋导演 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每逢在操场集会 校长的开场白鸽 通常都是天弓做美 天朗气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想继续是天朗气清 或者南天白云的话 不可以就是靠天弓做美 我们是要靠我们自己积极参与 和推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从大家的作品当中 我可以看到 各位同学都投放了很多心思 也有不少作品的设计 这个概念是很独特的 也很有趣 其实我们这班平常在这次比赛当中 一来都 比较头痛 因为我们都要看二百多条片 另外也可以从一帮年轻人的角度 了解大家 对香港未来的构思 从而在我们自己的设计的时候 亦都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无论你的作品 是否得奖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这次的概念 是过于天马行空 或者是遥不可及 其实所有重大的发明 或者变革 往往都是从一个构上开始 现在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设计之上的短片当中 有一集是叫做neuron 的数码智能系统 当初我们的工程师去研发这一套系统的时候 都基于一个大胆的假设 建筑物就像一个人 有一个大脑 懂得自己思考 然后作出一个适当的回应 现在neuron已经很成功的用在很多 社会上的大型项目上 令到智能建筑 相继落成 也会更加拓展到不同的社区和城市 试试想想 如果当初我们的同事不是敢于想象 今天智能建筑 又怎会落实在大家眼前 我们在未来城市的发展都是一样 只要有愿景 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集合力量 努力探索 实践的方法 任何构想 都可以成为一个现实 香港其实要达置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其实是很需要香港本地社区 尤其是新世代的参与 一起推荡 并且将这个愿景 全成 进入 其实你们各位都是未来社会的主任中 香港未来城市发展的难途 其实是掌握在各位的手中 希望这个比赛 能够给到大家的契机 可以开发到同学的感创 和感想 另外 我们就会在明年都会举办一些不同类型的创作比赛 希望各位学校 同学 校长 继续能够去踊跃地 一起支持我们的活动 去参与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 塑造到一个更加 适合居住 生活 更多的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的香港 再次多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以及多谢为我们班长的嘉宾 今天的班长礼来到尾声 网上的朋友 多谢你们参与 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再见 собствен 别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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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